秀林乡长朱缺补嫌证件发表 五位候选人都到场 支持民众及乡亲也前来关心 经抽签后 首先有黄慧宝发表 他表示 真话编辑乡列基础建设缓慢 希望维护乡亲权益 维护争取我们原住民的权益 好多我们的土地坐在这边 但是呢 东方都没有在座 乡镇的行政所长 就是要替老百姓工作 这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有很多这些建设都没做 黄慧宝提出真话编进度缓慢 其提高肥料补助等 另外田运新提出新的政策 表示将现在坐落在秀林乡内的 秀林国中限职 全移到秀林乡内 并征集原住民高中 设在秀林乡等等证件 注重的就是文化教育的百年计划 实际的进程做法 秀林国中的千纸秀林乡 积极征取原住民族高中设立在秀林乡 泰鲁隔离物温泉城的规划 水源的缆车 森林铁路在启用 在造部落奇迹 田运新以大格局打方向 希望提升秀林乡的观光产业 李春丰 则是将九个月来的政绩 及未来的规划 以海报方式说明 另外他表示 八年前选县议员因不懂法律 而丧失了权益 这次辞掉乡长又在竞选 表示这是乡民所托 另外候选人蔡森汉 启蔡瑞光提出回归金的运用及透明化 还有建置免付费的温免服务电话 各邻各村审核报厢工作 加速行政作业 而达到百分之百的行政效率 回归金应用的公开透明化 到目前为止 我们每次回归金之用 好像都没有做一个定期的公告 建置免付费的温免服务电话 跟单一窗口 我是希望藉由单一窗口 由专人来卫服的乡亲户 每一位候选人都提出 未来的各项建设证件 希望能获得乡民认同 所以能获得乡民的支持 11月14号 结果就会揭晓 记得感谢玛雅花林秀玲 采访报导